朋友一起用餐时评分账单是常见的做法 但你听说过有人在嫖娼时也采取妻制度的吗 在内蒙古发生了一起非常离谱的嫖娼案件 在深夜一家内蒙古的警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 一位女主播称自己遭到了性侵 我只收了一名客人的费用 但他们却有四个人 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性侵了我接到报警后 值班民警迅速出发前往了女主播所指的地点 把五人带回警局后 在五个人的描述中 一段离谱的案件展现出来 众仇嫖娼 黄某是一个在内蒙古长大的年轻人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决定外出打工 在打工的过程中 他结识同样都是来自内蒙古的了魏某 刘某和高某 他们因为都是内蒙的 平时聊得比较多 变成为了朋友 后来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酒足饭饱之后 四个人都争着付款 然而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 他们逐渐因为花费不均而产生了一些隔阂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由于聚会的频率过高 其中热情一点的人付款的次数较多 而相对温和的人则因为无法与其他人争抢付款而支付次数较少 虽然他们的收入相近 但这种消费模式使付款较多的那个人有些吃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进行了协商 决定采取K制度 这个想法一出 立刻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每次都玩得特别高兴 AA制度的实施 使每个人都有公平分担费用的机会 让他们更加均衡地享受聚会的乐趣 维系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黄某平时喜欢观看女主播的直播 尤其对他们非常着迷 在一次聚会中 黄某又兴致勃勃地打开了直播软件 在直播视频中 一位女主播展现着曼妙的舞姿 跳着一些具有挑逗性的舞蹈 女主播在互动中也透露了一些暗示性的信息 让黄某心生好奇 她怀着试一试的心态 关注了这位女主播 并私信询问是否有机会见面 黄某最初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然而她女主播竟然回复了她 并表示只需支付一千元就可以私下见面 黄某听到女主播的答应非常激动 但她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其他个人的财务状况 无法支付整个约会费用 黄某提出了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凑钱一起去见面 她表示 如果大家共同出资 每个人都能有机会 与女主播有亲密接触 黄某的三个朋友仔细考虑了一下 虽然他们对黄某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但他们也意识到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 不应该错过 于是 几个人同意了黄某的建议 每人出资250元 共同凑足了一千元的约会费用 当他们终于见到这位美丽的女主播时 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惊讶 之前几个人对黄某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但现在他们真切地看到了女主播 完全不敢相信黄某竟然成功地约到了这位女主播 黄某带着女主播来到宾馆 随后两人发生了关系 然而 事后黄某并没有让女主播离开 反而提出休息一下后再来一次 他说要先去冲洗一下 稍作休息再回来 女主播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真实意图 而且之前他确实表示可以和黄某一晚都在一起 所以他没有反对 当黄某去冲洗时 女主播躺在床上休息 黄某出来后顺手关掉了房间里的灯 并躺在了女主播的旁边 然而 女主播并没有意识到此时身边的人已经不是黄某 而是黄某的一个朋友 女主播心存不愿 但他并未表达出来 他们之间发生了关系 当黄某的朋友离开后 女主播渴望休息片刻 然而另一个人却出现了 女主播并不想再与这个男子有任何接触 于是他稍微抗拒了一下 可惜他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女主播感觉这个人与之前的那两个人不同 他感到愤怒 但无可奈何 只好再次发生了关系 第三个人离开后 女主播本想赶紧离开 然而 没想到又冒出了第四个人 女主播对此完全不满 他努力抵抗 但很快被男子压制住 并发生了关系 当第四个人离开后 女主播才明白黄某将他约出来 关上灯 并声称要洗澡 目的只是为了让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侵犯他 女主播感到愤怒和悲伤 他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能就这样算了 尽管他从事着非法行业 但他也是一个人 有着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他下定决心向黄某等人追讨未付的三千元嫖资 然而 黄某等人并不打算履行支付 于是 他前往派出所报案 警方根据女主播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 很快追踪到这几个人的行踪 并成功逮捕了他们 随后 对这四个人都提起了公诉 全部被判刑 警方迅速赶到出租屋 并将这五个人带往警局 四名男子面面相去 他们在心里清楚 他们所陷入的困境并不仅仅是嫖娼的问题 黄某最先开口说道 警察同志 我们并非强奸 而是嫖娼 然而 他的声音缺乏自信 似乎他自己也对自己的辩解不太确信 他声称这是他们四个人共同出资 并与这位女主播约会 否认了他所说的强奸指控 其他人急切地跟着附和 是的 我支付了费用 而且女主播一直顺从 我并没有实施强奸 他们试图为自己洗清罪责 但明显这些话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 其中一个人接着说 虽然女主播起初对我有些不情愿 但后来他同意了 我并没有强迫他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无力 仿佛无法为自己辩护 黄某则坚定地辩称 女主播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 他并没有拒绝 他是自愿的 他试图为自己辩护 但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然而女主播坚决维持自己的陈述 他坚定地声称只接受了其中一人的报酬 而没有涉及其他四人的参与 他描述了自己被这五个人包围的情景 指出他们人多势众 他根本无法反抗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助和愤怒 面对这五人的争议 法院做出了最终的判决 黄某违背了与女主播的非法交易承诺 通过欺骗女主播 他使其他人也与女主播发生了关系 甚至在女主播发现真相后 其他人利用她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强迫她发生了性关系 因此 其他三人的行为被认定为利用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无疑触犯了强奸罪 而黄某作为帮助他们的人参与了策划强奸计划 并主动邀请女主播到她租住的地方 因此她被视为强奸罪的共犯 同时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因为她的参与被认定为共犯 黄某的三个同伴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与此同时 女主播也没有逃脱惩罚 因涉嫌卖淫 她被行政拘留了15天 结语 直播行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 吸引了众多观众和从业者的关注 然而由于其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性质 也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 为了维护行业的良好形象和保护用户的权益 对直播平台进行严格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 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确保直播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 以营造一个健康绿色的直播环境 这个功能 不定或是有效的 觉得不这样